比雨落 黄金依旧笑春风吗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悉尼中文部总经理Austin成 今天我们聊一聊 比特币和黄金交易通胀的关系 回首2021年初 比特币一哥带着众多数字货币小弟们 在经历一波超级牛市的时候 我曾在讲座中做过一次对比 4万美元一枚的比特币 和4万美元一辆的特斯拉Model 3 同样的价格 你买什么 当时的背景下 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也加入了草币大军 很多投行甚至高看其价值到20万美元一枚 所以当时很多投资人是买币不买车 以期待未来能换回好几辆的特斯拉汽车 后来比特币果然一路上涨 直达6.5万美元高位 在这一轮疯狂流市中 比特币从2020年的低点到流市的顶点 上涨了约16倍 光在一年涌入输出货币领域的资金 就有大约1万亿美元 2021这一年 黄金价格却下跌了10% 在2020年市场放水和恐慌情绪中 见顶2070美元每盎司以后 弱势的美元也没能让黄金 再次回到2000美元以上的高位 时间来到2022年 年初到现在 比特币已经跌去了一半市值 而黄金在一季度冲高2070后 仅回落10% 黄金和比特币表现大不相同了 为什么同样在面对通胀 市场却又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呢 大家知道 2020年美国开始开动印钞机疯狂的释放流动性 比特币走强的逻辑就是弱势的美元和通胀预期 基于政府无底线印钞的不信任 整个进入市场都在疯狂的追捧 逐险也就是risk on的资产 比特币以及一众数字货币小弟们都在讲一个故事 去中心化 保护隐私 大家相信各国政府天然具有滥发钞票的冲动 和掠夺人民财富的本能 过去两年 美国天亮印钞量相当于过去200年的印钞之和 这更能给这个故事做一个完美的助教 比特币在那一顿流失中充当了交易通胀 和弱美元的核心产品 并且这个故事在互联网的时代 更容易得到网络的传播和年轻人的理解 你知道吗 甚至一度市场认为 未来抵御通胀的最好武器就是出自货币 尤其是一个比特币 人无百日好 花无百日红 今年的市场却让信徒们和投机者们翻了车 黄金和比特币的纠缠突然被打破 在今年一季度 比特币就开始跌跌不休 一月份瞬间损失了25%的市值 而黄金在一季度却再次攀升了历史的高位 而2007时 在如今各国通胀纷纷爆表的背景下 比特币却跌去了50%的市值 到3万美元左右 而黄金目前只回落了10% 同样交易通胀的背景 这两者在今年却走出了不同的结果 是因为美联储现在要加息 说表抗通胀 这些挤泡沫的动作 让金融市场风声鹤唳 甚至担忧经济出现危机 加上今年的地缘战争冲突 黄金这种避险 也就是rix off的资产 再次获得青烂 显示出黄金是一种用避险 来对冲通胀的工具 同样是对抗通胀 比特币是一种逐险资产 在市场情绪高涨的时候 它更容易获得好的表现 当市场风险偏好高的时期 比特币或数值货币 以及高波动性的特点 让投机者更容易捞他一票 黄金作为防御性资产 带来的是保护效应 如果数值货币视为黄金的取代资产 那么会造成资源错配 从而理解不了现在的走势差异 就目前来说 黄金的价格或者比特币的价格 是在具有投资价值的区间内吗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要回答美元的信用问题 以及未来人们的共识问题 美元脱购黄金以后 黄金市场也发展到了 8到10万亿美元的市值了 对于美元不那么信任的 其他国家的姨妈们 才是真正黄金的购买主力 每年市场有70%左右的黄金 是由姨妈和黄金ETF买入的 在当下的敌人政治背景下 各国央行对黄金的需求会继续提高 这也是我们对于黄金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轻视的原因 而数字货币这样一个全新的物种 还在史前萌芽起 它要对抗的还有各国的铸币权 所以资金还被各种打压和驱赶 它会是更好的货币吗 或许是 但是这一天什么时候来 也许很快 但真的很难预测 它已经表现出了对黄金避险和抗通道的地带效应 并且越是年轻的群体 对它的理解更容易产生共识 我们不能否定它的未来 现阶段 在美元还主导全球金融市场的背景下 借用桥水基金的主席 Ridaneo的一句话来作为一个结尾 如果你拿枪指着我的头 让我在这两者中只能选一个 我会选黄金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